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纽森当时 是不是和我一样的心潮澎湃 单领后呢通常是逆风起飞 顺风飞行 然后最后滑翔降落 每天会有两场的放飞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来到保护区人最期待的 必须要看的时候 据说当时小佳还和纽森有过一场亲密接触 这我也必须去体验一把 他们从小的时候就听这种信号 已经成为了他们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了 放飞训练其实是出来飞行 然后有奖励 就像小鹏一样去需要去鼓励一下 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喂他们 他们刀疼不疼 有点紧张 是应该蹲下还是 在咬我手指 咬着我肉垫了 还是比较温柔的 这个饲料是我们这个保护区研制出来的 对 屑上 比我想象的温柔很多 这个味儿有点像麦片 然后加了玉米的那种 在后面偷吃 这俩在抢着吃 看它 捉它 它有点练练不舍呢 溜了 溜了 你好 再见 回家 这样的训练小家每天都要参与 不过拥有一行鸟格的小家和纽森的互动可不止这么简单 铁汇无情啊 据说纽森手上亮闪闪的戒指就被啄了 所以我特地空着手来的 悄悄靠近一下 咋 语 铁汁 扭生你记得他吗 当时扭生族长到这的时候 一开始一群鹤落下来 然后它又起飞 落在我们一群人前面 对我们带肉向前走了 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小家跟其他的鹤 它腿上跟别人 好像还多一个那个 十分正 他们夫妻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叫加尼弗尼亚 它长得很好看 就是它这有一坨小腮红 这化了妆出来的 对啊 所以说它是小美女吧 遇见两岁多的小家 是美国加州州长纽森 在2023年10月 在中国沿城的体验之一 美国加州和中国江苏省 都是沿海地域 都有非常优秀的生态 小姐姐说 江苏沿城每年有 两千多万只候鸟 千飞经过 包括丹尼河在内 有近百万只水晴越冬 而这里最好的官鸟点 纽森也来打卡过 看到有一只鹤在飞 水面上有密密麻麻的野鸭 有一个脖子特别长的 白色的小鸟 白鹿 鸟中的一个超模 翅膀很大的 东方白罐 这个点的话 也是我最推荐的一个官鸟点 这个属于一个无人区 没有人类去干扰他们的这个生活 原生态的感觉 对 所以他们在这里 也会很放松很舒适 加州的话 它也是有鹤的 我们这个保护区呢 作为全球最大的一个 单顶鹤的跃动地 促进了我们这个 沿城和加州的一个交流 去年纽森州长 就是在这个位置 通过我们平台上的望远镜 州长看到了 湿地当中的风景 然后发出了那句赞叹 这里的风景 比我的家乡还要更深一筹 沉浸式打开一场 纽森的同款路线 才感受到中国 沿城的生态魅力 成片的滩涂与海岸 构成了中国第一块 滨海实地类世界自然遗产 更是全球第二块 朝间代世界自然遗产 沿城一个让人 打开心扉的地方 你也想像纽森一样 在这里打开心扉吗 在这里打开心扉 吻地址 可以把它刷好吗 乏地址 我讯估到了